一開始陳佩琪你不要說什麼什麼 讓人去看梯報說一億兩千萬的豪宅 還是說什麼他去開人頭公司 你自己沒說 大家也不知道對不對 而且大家現在在說他是三宅一生 我現在要來講 可能會太客氣了 我們之前只知道說 他以立法院為中心 看了一億兩千萬的房子 就看了什麼頂和圓 兩億多的 那這個其實是 一兩個禮拜前我就接到的爆料 有人跟你爆料 對 我這邊正式請教陳佩琪女士 你有沒有在差不多的那個 就是你廣東涼涼 很喜歡到處灌房的時間點 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去看 忠孝東路二段的這個豪宅 這個豪宅各位請看 98坪多 剛剛那多少錢 一億多是不是 也是一來一起來 一億多少 一億一千八百八十萬 在他的這個範圍之內 是不是也是一億兩千萬 因為他剛剛那1.2億的 對 第二件事情 我要很嚴肅的請教陳佩琪女士 你有沒有要求仲介 你去看了房子之後 你有沒有要求把你們看房子的監視器的畫面刪除 還要這樣喔 有沒有這件事情 我請你回答 因為就是有人看不下去了 所以爆料出來 就是說他去看房子 然後他可能擔心有監視器 要求要監視器要把它刪掉這樣子 有沒有這件事情 那監視器畫面是不是還在 我覺得都可以看看 那這個就讓我們想到就是說 沒問題 你說那個是有人爆料給你 給你這個 就這一間 對 我本來其實很不想講 我實在是因為早上看到他在那邊說什麼 什麼羅茲 什麼國家怎麼變成這樣 我實在是忍不住了 我才講出來 那我這邊 我也只是請教你 有沒有這些事情 請你來面對 怎麼這麼巧 地理位在附近 價錢也差不多一億兩千萬 對 又是這一家 是在他們的射程範圍就對了 在射程範圍之內 晚風涼涼散步過去非常近 1.2億 接近1.2億 怎麼都那麼相近 所以 在這裡面讓我們覺得 不要忘記 我再強調一次 檢察官說 在審慶金論功行賞的時候 有不明的金流流入配偶 與子女的戶頭 那不只是這些 包括我們也都可以很合理的懷疑 各位有沒有想到政治現金裡頭 他有非常多筆 1萬元以下的匿名存款 還有好幾筆是剛好 99999元 對 有沒有可能 跟這些圖利的廠商 相關的錢 用這種化整為零匿名的方式 因為在政治現金裡頭 你有十幾萬筆的帳 最容易混水摸魚 這樣混進去 有沒有 所以陳佩琪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說 這些金流請你告訴我們 然後這個到底怎麼一回事 有沒有 就像是你不喜歡零貴 喜歡自己夜黑風高的晚上去 去ATM一樣 這件事情是不是你也一樣的心態 不喜歡監視器留下畫面 有沒有這件事 對 對 對